城租鐵皮屋的劉姓夫妻 坐在派出所裡 是驚嚇 也是懊惱 一起火警 造成朋友七死四傷 鐵皮屋卻讓火事更助長 都集中在二樓的哪 都有啦 廁所啦 因為它那個是個 算改建的 改建的倉庫嘛 儘管火事撲滅了 現場卻再次冒起白煙 裡頭擺放的是佛像 是精緻雜物 火事這麼一燒 不可收拾 兩三樓的鐵皮屋 二樓室了12個人 但只有一條窄梯 可以往下逃 怎麼走 成了困難 見識人員上下走動 就靠這條樓梯了 加上當時天冷 窗戶全部被緊閉 火焰往上跑 想逃 根本來不及 鐵皮屋一二樓的窗戶 都是鐵窗 裡面的人想要撞出來逃生 沒有這麼容易 種種成因造成死傷 但大半夜的15個人 聚在鄉間鐵皮屋 到底做什麼呢 原來前一晚 劉姓夫妻的13名友人 在南投參加完佛教活動 來這裡討論 日後劉姓夫妻想要舉辦的宗教展 卻沒有想到才剛入睡就起火 儘管再懊惱 卻救不回四雙性命 這有黃金箱韓志欣SNG小組 MiaLiBaba MiaLiBaba